陈世忠被踢爆为了勘灾 坐车三度闯红灯 加起来三张的闯红灯罚单 效罚2700块钱 甚至呢 他还围停在公车停靠站内 长达时间有8分钟 要罚1200块钱 但部分的这个罚单呢 倒是很快就缴清 陈世忠他自己怎么说呢 他说呢 这个事情他是不知道啦 他没有注意 认错是应该的 有违规就应该要道歉 但是现在大家要问的是 这个密录器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行车记录器 居然也都不见了吗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小新就呼吁说 应该比照当时的许小新的模式 要公开警员密录器 但是呢 他随即就发现了 这个警方所说 拦下的车子的警察 说并没有开密录器 这个警察说 他没有开密录器 也没有看到陈世忠的车 闯了红灯 真的是有一点太奇怪 至于当呢 许小新他再进一步 想要调阅警车的行车 记录器的时候 发现了内湖的警分局 怎么回应呢 警分局长竟然回忆说 已经是被覆盖洗掉了 他说呢 陈世忠坐车呢 闪黄灯 车速比较慢 认为说是可能需要协助 因此才上前提醒 而警方认为说 并不是遇到冲突的状况 所以并没有开启密录器 而且呢警车的行车记录器 已经是被覆盖了 所以呢 许小新就说了 怎么会这样呢 行车记录器规定呢 是要保存一个月的时间的 但是你碰到的陈时中 就不见了 特别说明啊 要保存的是有争议的部分 但是里面坐陈时中 没想到要保存起来 也是很特别啦 另外呢 立委侯孟凯也说了 说台风天呢 出勤远景没有录影 这次简直呢 比扯铃还要扯 说没有开 就是长官要击沉远景 来背黑锅 还是当下被蓝口气太差了 所以不敢被曝光呢 好 这个影片被消失呢 要全民相信 远景执勤的时候忘了开 这根本就是在愚弄全民 不过呢 陈时中他倒是有了回应 来看他是怎么说的 警察在执法有一定的程序在 我们都尊重 但是因为没有密录器 然后也没有行车 这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警察他在执行程序 并不是我们有没有密录器的问题 大家觉得会不会是有特权 还是说 我不知道 第一个我不知道 这是警察在执行的程序 那第二个 我们的罚单也已经缴了 坐车的行车记录器 是可以公开的吗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 警察到底上前聊了什么 我不清楚呢 我不是清楚 警察来上来到底 其实我也没有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内湖那个您不在车上就对了 我不知道 你们在讲的事情我不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录的 或谁什么时候录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被查到 有违法的地方 我们就依法办理 那该缴罚金就缴罚金 这也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那警察怎么处理 我们就尊重 民间党台北市场参选人 陈时中遭爆料 16号晚间到内湖区看灾 坐车三度的违规回转 违停 占用了公车的停靠站 闯红灯 而议员的徐晓鑫 他就向警方要求 密录器的画面 先是被说 没有开密录器拒绝 后来内湖分局长 也说行车记录器 因为当时没有特别的储存 所以是已经被覆盖洗掉了 有网友就留言呛徐晓鑫 执意是徐晓鑫自己讲空话 为自己的选情来炒作 不过徐晓鑫他反击说 晒出了警方的执勤的规范 呛说真的是够死忠的 真的是叹为官职了 另外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也爆料 他也修出了照片 陈时中勘灾当天 现场内湖分局长得是跟紧紧的 而且的密录器画面被消失 李明贤就质疑了 难道更高层下令的吗 他说这个事情呢 很可能是上纲到了政治的事件 或者是包庇陈时中 你陈时中坐在车上 你可以推给司机吗 这是司机做决定的吗 你在等红灯的时候 你违规了 这个你陈时中部长 你完全不了解吗 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的对司机训练 还是说你都当违规 当成一般违规就很平常了 是你的平常 你的日常就是这样违规了吗 我觉得这样令人毛骨悚然 我觉得上行下校 当一个部长的人 可以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陈时中参选台北市 会非常扣分 给市民非常大的观感 那第二个层次我想讲 到底内湖分局 有没有违规包庇 这个是一个特权包庇的问题 我给中天的朋友看一个图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陈时中当初在 礼拜天在康福隧道视察的时候 大家看到 撑着雨伞 这个就是内湖分局长 那个王炳瑞 你看他多么巴结 站在陈时中 还有王校伟 我们议员参选人的旁边 拜托 陈时中现在只是一个 台北市长候选人而已 然后内湖分局长王炳瑞 就随时在旁边 一步很巴结的样子 那你前面陈时中 闯红灯 违规停车 你内湖分局长完全不晓得吗 然后警方的秘入器 好 巧新讲的没有错 当然巧新过去也有违庭 我即使我本人我过去 我承认我也违庭过 我也被开单 我也乖乖去搅 因为有时候真的遇到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都不犯错 犯错你就要承认 可是当你陈时中违庭的时候 闯红灯 然后被警察拦检的时候 警察给你讲说 他秘入器没有开 这不是真的骗笑的吗 请问王炳瑞内湖分局长 你要不要出来说明 你的秘入器真的没有开 还是你下令把它消失了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中华民国 我觉得警察史上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治安事件 甚至上纲到政治事件 你内部分局 甚至我不要讲王炳瑞 你有没有台北市警察局长下令 上面有没有更高层下令 这件事情虽然现在 台北市在审查 我们总预算的过程当中 现在包括所有市府 所有首长不会列席到议会来报告 可是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这是关乎到警察执行的 执行的一个关键 我认为基层小援警没有错 他们奉公职保 他们连台风天都去执行 甚至攔检到陈时中部长 我觉得这个基层的警察一起放 真的他们执行真的非常认真 台风天 可是他的密录器 老讲你说密录器没有开 啊死我我都不信 他的没开是不是说 内部分局长王炳瑞下令说 这个密录器要关闭 或者说录到不该录的事情 密录器就要消失呢 你的王炳瑞 还有你的台北市警察局长 要不要出来说明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这样就算了啦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明清楚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CTI444 请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